自12月初中华職棒4隊釋出名單公布之後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前兄弟投手曾崧瑋和外野手剪複製 確定找到落腳處 加入家鄉台東的業餘城棒隊 起立珊瑚展開新的棒球人生 崧瑋還有複製來之前 我們有讓他一段見習的時間 不管是在球場看他們的表現 不管就是要進去園區 經過一個多月的訓練跟見習之後 我發現他們兩個適應能力非常的好 而且也很清楚公司要的什麼 業餘棒球要的是什麼 吞下職棒光環加入起立珊瑚 不只在喜愛的棒球場上拼佔 也得培養第二專長 學習商場銷售 拖下球以後也有工作保障 說不定這波失業潮裡 未來還有球員像曾崧瑋和簡複製一樣 重新找到棒球舞台 有很多的球員都已經投石問路了 那也有很多人來報名 1月7號測試完畢之後 人選的網羅之後 那順利的話 我們馬上就要跟棒球協會登記 也就是說重新再組另外一個球隊的一些登記 那也要經過棒球協會的審核 起立珊瑚將成立高雄第二隊 協助選手延續棒球生命 除了先前提到的 善進企業社會責任之外 外界也相當好奇 接下來是不是有進一步 往職棒發展的打算 要進入職棒也不是只有其立想進去就可以進去 職棒有職棒的規範 進入中華職棒的費用要多少 那選秀方面要怎麼走 還有一些制度該怎麼走 那利益方面該怎麼分配 進入職棒還有很長很長 其立是不是有能力去走 我們還不知道 沒有時間表 那我們一步一腳印去走 那會不會順理沉舟進入職棒的行列 那再用時間來看好了 起立珊瑚才保守態度 決定先壯大自我 一步步後實根基 再業餘站穩正腳 至於未來中職會不會有起立珊瑚 可能還得再等等 未來體育新聞黃瑞鴻 劉婷瑜採訪報導